怎麼可以人家好意來提醒你 你既然把人家痛厚一頓 像這個我一定給他送法辦 然後重重的開法 我還是很不放心的是因為 仍然有少數的市民朋友們 有不戴口罩的習慣 讓很多的市民非常的放心 在這個疫情這麼嚴峻的時候 我特別在昨天又看到了一則新聞 更令我們痛心跟難過 我們超商有一個夥伴 因為超商要採十連制 並要戴上口罩 有民眾到超商裡面來買東西 不戴口罩也不寫名字 超商的夥伴去勸指的時候 既然遭到痛過造成他頭部受傷 這個消息我得到這個消息 真的讓我痛心 所以我就責請警察局 該依法涵辦就依法涵辦 該精華局衛生局 該重罰就重罰 所以昨天警察局也寒送了該位市民 另外衛生局也採取不戴口罩的 最重罰來做處罰 所以昨天特別也請了精華局長到我們超商的這位夥伴的家裡給予致意 謝謝他建立勇為欠導大家要戴上口罩 所以為了讓市民有少事不遵守規定的 我們今天早上從八點半到今天的晚上八點半 在入口市場等人潮密集的地方及重點市集 動員的一千兩百名區公首市場人力警察 所有誇集處包括衛生局精華局全部總動員 總動員做什麼查查有沒有違規 結果呢查到早上十一點 我們看到板橋、泰山、三峽 仍然有少數違規 甚至包括深耕永何都有 我們違規太陽有十一件沒有戴口罩的有六件 沒有落實防疫的有五件 所以這五件只要違規我們都重罰